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次不通寻常的沙尘暴 安静的城市在一夜之间竟被尘土覆盖 奇特的尘暴究竟从何而来 敬请关注中国地理探奇 2006年4月16日 安静的北京上空突然变得一片土荒 第二天一早 人们发现不仅天空中弥漫着尘土 地上 屋顶 车顶都落满了厚厚的粉尘 事后有人对这些尘土进行了粗略的统计 在北京城内降尘的总量达到了30万吨 此后一段时间内 北京各大医院接诊的呼吸道病人数量 也比往日有了明显的增加 一时间 这一异常的天气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如此巨量的尘土究竟从何而来 他们为什么会落入北京城内 普普通通的降尘之内 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沙尘天气对于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都不会陌生 每年春天伴随着大风 总会有那么一段尘土飞扬的日子 然而相比过去 对于2006年4月16日那一天的情况来说 人们却感到了明显的不同 在我的印象里 在北京过去的沙尘堡都是刮风 咱们那大街上 有的时候尘土飞扬的那种 尘土就在马路上跑 有的能看见马路边上 尘土跟小戏龙似的 那是呜呜的游动 但是这次不是 这次特别 它全是落在那个表面上 一点都不动 我觉得特别奇怪 好像北京这样的时候很少见 因为大部分一般的降尘 或者沙尘暴天气的时候 就是那个刮风特别厉害 它不会把尘土留在这个 留的地方也有过 但是以前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 就这次这个尘土降到量特别大 与以往相比 这一次的沙尘暴天气 有着明显的不同 整个过程十分的安静 就如同下雪一般 而且仅仅一夜 北京的大街小巷 便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黄土 降尘量之大实为罕见 然而 这次沙尘暴给北京带来的 不仅仅是大量的降尘 尘暴过后 很多医院都反映 前来就诊的呼吸道病人 比平时多了不少 病力量就说 比往日呢 可能是增加了 有一到两成那种程度 而且这也是增加的人 主要大部分还是建议的 这个老年人 中老年人 有吸烟的人 和这样的病人 就是说呼吸道原先就有些 防御能力相对的差一些 这样的人呢 在这时候更容易诱发 沙尘暴它作为诱因 可能使这样的病人呢 病情呢 就是比以前加重了 那么 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沙尘暴 为什么它会如此特殊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了中国气象局的气候中心 希望这里的专家能为我们 一探究竟 这次沙尘暴 它是由蒙古国那边 那个中西部产生的 首先蒙西全 把那个沙子给捲到高空中去了 然后这时候 在高空中也有那个 就是说西北向的风吹过来 然后就把这些 高空中的这些粉尘 从北向南 顺着这个方向 在不同地区 像那个山西啊河北啊 都落下来了 但是 然后也经过北京 也当然在北京发生了沉降 但是因为北京这个地方 它那个风速很小 它就能沉降量可能更大 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在沙尘暴的整个过程中 大风不仅仅能在沙尘园区 耀武扬威 形成人们常见的沙尘暴 它还能将很多细颗粒的粉尘 卷到高空 并把它们带到很远的地方 而在它行进的过程中 如果风力减弱 这些粉尘便会从空中落下 形成另一种形式的沙尘暴 这样的沙尘暴 自然不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 狂风大作 而是悄然而至 无声无息 北京416的降尘 其实就是这样 由于高空中携带着 大量的粉尘的风减了速 所以在北京出现了 大范围的降尘 可是 为什么大风 偏偏在到达北京的时候 就大大减弱了呢 您正收看的是 中国地理探奇 为了搞清 大风突然在北京减速的问题 我们专门查阅了 当时的一些观测资料 结果发现 其实4月16日和17日那两天 在北京的西北部 也就是风的来源方向 那里风力并不弱 甚至可以说仍然挂着强风 而到了北京的附近 这风却突然变小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为此 我们又来到了 气象局的卫星中心 2006年4月16日 正好在这里值班的小李 为我们展示了 当时的一些卫星资料 他告诉我们 从蒙古刮来的大风 之所以突然减弱 其实是受到了 另外两个天气因素的影响 就是在这个天晚上 这个气旋发展的就是 马上被衰减掉了 它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尤其头部呢 因为受到下游系统的控制 就是下游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直奔海上有一个很强的气旋 受它的影响 这个气旋没发展起来 它的环流就崩溃了 崩溃它风速减慢 所以待的时间长 然后它沉降的时间就比较充分 然后就掉的比较多 受到下游气旋的影响 携带沙尘的高空气旋 并没有发展起来 大量的粉尘纷纷落下 碰巧的是 此时近地面的风 也正好受到了一个 不利因素的干扰 这个南边的就是 黄海的北部 还有辽东半岛 山东半岛这边 比较反常的 就是出现了比较强的南风 甚至是偏东风 所以在这个华为北部 北京进行低上空的是 近地面上空是很弱的一个偏袭气流 或者甚至是净止风 准净止的风 然后它输送很慢 然后整个山沉就掉到北京来 原来 正是因为受到这一高一低 两个天气因素的同时影响 携带着大量尘土的大风 才被减弱 最终造成了北京严重的降沉现象 尽管搞清了北京416沉报的整个过程 可是降沉究竟从哪里来还不得而知 从卫星图片上看 大风经过的很多地方 似乎都可能存在沉源区 但要准确的定位 还要对降沉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把416号的分析送到发延 去发延以后 我们发延项目主要是可用性盐 可用性就是加、纳、钙、铭、瘤、硫酸 这类型 露发、露发、露发这类型的 这些果实也很出品的 很高 它在北京地区的土壤里 不可能存在这种 这么高可用性盐的尘土不止 那么说明了什么呢 北京的尘报不是一般的尘报 它含很多发尘物质 所以在有关分类里头 可以叫它发尘尘报 韩同理 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科学家 他对416降沉的化验 使人们对这次特殊的沙尘报 又增加了新的认识 古往今来 沙尘报在我们地球上 存在了无数的时光 人们对它的认识 也在不断地更新 与深入 了解每一次沙尘报 从而更加完整地揭示沙尘报 这必将为我们预防 与减少沙尘报的危害 起到重要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